约翰二书 做长老的写信给蒙简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不但我爱 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 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 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恩惠怜悯 平安 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 在真理和爱心上 必常与我们同在 我见你的儿女 有照我们从父所受着命令遵行真理的 就甚欢喜 太太呀 我现在劝你 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 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 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 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 这就是爱 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 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常守着的 就没有神 常守着教训的 就有父又有子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着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问他安的 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 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 但盼望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当面谈论 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你那蒙检选之姊妹的儿女 都问你安